B站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1996年 陈可新导演的《甜蜜蜜》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它是20世纪最后十年香港电影当中的一部名片 那么它并不是一个大制作 并不是一个大制作 一个有着灰红的场景 或者是震撼性的视听结构的这样的一部影片 但是它却是90年代香港电影的 构成的这样一个画廊当中的 一个非常俊勇的令人回味的一部影片 有的电影研究者认为 它甚至是90年代 乃至更长的时间段落当中 华语电影当中最甜蜜的一部爱情故事 我记得我曾经和一位特别热爱这部电影的专业电影人 谈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表示我没有那么高的评价 或者没有那么强烈的热情的时候 他就说那好吧 你给我举出一部有着同样的甜蜜 或者有着同样的意贯之的细腻迷人的爱情表述的影片 我必须承认 我没能够举出一部在所谓甜蜜 甜度和这个细腻 这个曲折而意贯之的爱情叙述当中 可以和他比肩或者和他相类似的华语电影 但是非常有趣 就是我们看这部电影 当年我看这部电影 今天一次再次的重看这部电影 尤其是这一次 为了跟大家分享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仍然会有一种 不仅仅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 绝不仅仅是个甜蜜的爱情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命定的恋人 在一次一次的错失 在命运的拨弄 在这个时代浪潮的裹挟和这个冲撞和伤害之下 不断的离散而最终相遇 对我来说 它始终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爱情故事 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关于流动 关于离散 关于全球进程之中的个人命运的微末渺小 我们如何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流动 我们如何在这个大时代当中飘移 我们如何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梦想并且幻灭 我们如何在这种朝向梦想的路上丧失了梦想 如何在梦想成真的时候发现你所获得的与你所梦想的一切天差地别 而对我来说 这部影片还是一个关于凝视 关于渴望 关于渴望 但并非是一个始终朝向自己可爱 渴望的目标或者对象的一个奔跑或者旅程 而相反我们满怀着渴望的同时 可能经历着不断的背离 而对我来说 这个影片当中也包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个世界积变 中国积变 中国起飞 两岸三地的这个曾经被冷战所分割的这种 绝对分割的这种状态 见次消弭 相互之间的影响 见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当中 人们对于所谓自己的身份 关于身份 关于认同 关于自己的主体位置 关于自己的主体位置是如何经由欲望的课题而改变 如何经由欲望的课题而重组 重新定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许当我做完这个描述的时候 也许我对这个影片做了另外一种过欲式的定位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 这部影片当中包含着一对主人公 到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 其实他们是两个大陆新移民 是两个大陆的怀抱着香港梦的淘金者 那么李小军和李翘这样的一对男女主人公 而在这个影片的这样的两个这个大陆打工者 大陆淘金者所展开的这个时间的绵延和社会的香港社会 当然是由底层者的位置所展开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画卷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图景当中 影片真正勾勒的 影片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影片的真正主角 某种意义上是香港 而在这部电影当中 关于香港这个主角 关于香港这个特定的空间 我觉得又非常有趣的呈现着某一种缺席状态 当我说香港是主角 我说香港是缺席状态的时候 我并不是在玩弄辞早 也并不是想似是而非 所以大家会注意到 在这个影片当中 香港是一个空间性的所在 而在那个似乎非常市井的人情的 情节剧式的这种 时间的展开当中 香港是经由几个空间参数 来予以定位的一处奇特的空间 那么定位香港的是美国 是英国 如果我们一定说 在影片当中美国形象的代表是什么 那在这部电影当中 它是麦当劳 它是米老鼠 那么鲍哥身上的那个捕上去的米老鼠 真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 非常动人的细节 麦当劳这个李翘打工的空间 李翘和李小军他们以为他们初次相遇的空间 尽管他们是来自同一辆列车 他们曾经在同一辆列车背靠背 我说抵头而眠 但是当列车停下来的时候 他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他们未曾相互看到 直到在麦当劳的空间当中相遇 那么英国在影片的故事情境当中 那个代表人物是那个威廉和顿 一个特定时期之内英国电影的超级影星 那么是姑妈的讲述之中的一夜情 是姑妈心中不死的永恒的偶像和情人 那么当然确定了香港空间的是中国 是母国或者叫祖国 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 在当时仍然尖离的那样的一个广大的土地和广阔的存在 在这样的三个国家三种空间的定位之下 香港成为一个主角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玄智的 一个空洞的 一个经常处在缺席状态的背数对象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 在影片当中有几组恋人 对吧 我们看到的是李小军和李翘 作为主角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姑妈和他的梦中情人威廉·赫顿 我们看到的是摄影师杜可峰所客串的那个外教和泰国女郎 几对恋人 几对主角 很好玩的是 在影片当中只有爆歌 曾志伟所饰演的这个角色 在我看起来也是曾志伟一生那个非常浩荡的这个荧幕形象序列当中最可爱的一个 如此的这个强壮 如此的有力 如此的这个强悍 但同时如此的精明事故 而且深懂人心 而又是如此的包容 如此的对于李翘的这种理解 宠幸和厚爱 那么刚才已经说过 那个米老鼠 而那个米老鼠作为这样的一个喜剧性的元素 最终的那个悲剧性的时刻是真的具有震撼力的 至少我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真的被戳到 就是当李翘去辨诗的时候 那句话你把它翻过来 然后你看到在他的刺青当中的那个 极不和谐的极端可爱的米老鼠 是他吗 你认识他吗 请把他转过来 我认识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但是我们说在所有的角色当中 只有豹哥这个角色是香港人 是本地人 与其说他是把一个黑社会 黑帮老大的角色 设定为唯一的本土香港人的角色 不如说这个形象代表的并不是香港 香港社会香港人 它代表的是我们关于香港的电影记忆 而这个电影记忆是关于香港黑帮片的 关于时装枪战片的 关于古惑仔这个电影当中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电影序列 电影记忆所塑造的这样的一种香港形象 这样的一种道义有道的 这样的一种残忍而有情的形象 那么我说很有意思的是 正是这样的一种人物结构 而影片的结尾 豹哥和李翘 为了避祸 豹哥写李翘 就是逃亡海外 所谓两年六个国家 的这样的流离 而李小军最终和他的青梅竹马的恋人 和他的妻子分手流落在纽约的街头 那我们看到那个姑母怀抱着 对威廉赫顿的那个永恒的梦想 悄然辞世 然后我们看到外教将陪同他的这个 泰国女友回国 尽管他的泰国女友已经生患艾滋病晚期 故事在香港发生 同时故事 所有的故事折射着 讲述着 勾勒着 硬化着香港 而最终香港却变成了一个 鹿京之地 一个中转站 一处驿站 一个人们走过 人们最终将离去的这样一个空间 他本身就携带出了 影片开始的时候 是二十世纪八十世纪在中期 而影片结束的时候 则是一九九六年 那我们知道 一九九七年 那个大演变的时刻将到来 所以我说 一个甜美的爱情故事 同时也是一个不自觉的社会预言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影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贯穿性的因素 它是影片的音乐 它也是影片的环境声 它也是影片的重要情节 那么也就是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当中的 一位流行的台湾歌手邓丽君 在这我也不跟大家分享 邓丽君之进入中国 邓丽君在中国的流情 由邓丽君所引起的 关于流行歌 关于气声 关于流行唱法 在中国曾经引起的那种 轩然大波和激烈论争 他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政治 政治文化的意味 他本身所参与的 中国的新时期文化的开启和社会变革的过程 我们就不在这展开讨论了 我只说在这部电影当中 他以这样的一个红遍了两岸三地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这样的声音记忆 人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印痕 人们这样一个记忆节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贯穿了甜蜜蜜整个影片当中的 从最开始作为环境声的响起 到倒卖邓丽君唱片的失败 然后到影片结束的时候 是邓丽君的死讯 而在邓丽君死讯抵达的时刻 李小军和李翘终于在异国他乡 重逢 重逢的时刻反归到影片的开始 返回到人物的登场 返回到他们原本早已相逢 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风魔海峡两岸的著名歌星邓丽君 今天下午在泰国青梅一间酒店 突然因敲喘病发世世 终年四十二岁 邓丽君沿直山东 1953年在台湾出生 来自一个军人家庭 十一岁已经开始登台表演 迅速受到本土人士的欢迎 并且经常穿梭台湾 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演唱 以甜美软弱 以赴东方女性满味的动力唱歌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勤奋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我的情也认为我爱你有多深 我的情也认为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的情也认为我爱你 你也认为我爱你 我爱你 你的爱情也认为我爱你 我的爱情也认为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邓丽君的歌声所贯穿 邓丽君的流行作为前文本或者前文本的贯穿 同时给我们不仅提示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 一个时代的记忆 他同时提醒着一种特定的身份 及其人们对自己身份不确定性 产生了巨大的疑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 那样的一个时段 那样的一种形状 那么他也正是这个李翘和李小军的那个故事 和他们的生命经验所传递的 好险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伤心 我已是想不及 在梦里 小花絮大家可能都看到过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陈可欣导演在脑子里即刻出现的 演员的候选人是黎明和这个王菲 因为两个人都是来自大陆的这个香港新移民 据说王菲剧本有没有看 就是断然的拒绝了这个邀请 于是有关于张曼玉来扮演李翘的提议 而当时是一片非议 大家认为张曼玉 她的脸几乎是一个香港标识 她怎么可能扮演这样的一个身份 但是这部影片毫无疑问的成了张曼玉的演技 成为了张曼玉作为实力型演员的这样的一次 再次印证 用当时香港影片人的说法 就是说她演的比大陆美还像大陆美 是一个一次非常成功的创作和表演 当然因为张曼玉说不好普通话 所以他们就把李翘这种人物设定成了一个来自广州的大陆姑娘 听说这部戏最开始不是张曼玉来演的 本来不是张曼玉来演的 本来谁演 不能说本来谁演 因为人家都没答应 只是自己心里面想 因为我想了 那个时候想了一个故事 就是两个内地人到香港的故事 那么它也是一个香港的商业的电影 它投资缩小制作也签1600多万 那么所以也不能找两个在香港没有知名度的内地演员 所以结果就想只有两个人是在香港很有知名度的 而也是内地来的 就是黎明跟王飞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两个人演的就很对了 那么本来是拍两个北方来的 他们俩都是从北方来的 都是两个的北方来的 那结果呢 就因为种种原因王飞就没接这个戏 也是可能是那个时候他的心态还不在电影上 那么就已经想说不能拍了 这个戏 本来想过找一个新的内地演员 那么到最后都觉得找不到一个人心里有底 最后就突然间想到张曼玉 但是问题张曼玉的国语讲得不好 所以他不像北方人 结果就把他的角色 要是你看广东版的话呢 你会多一层次就看到他们的一个是南方人一个北方人的那个感觉 就是广州人 把他变成一个广州人 那么就是说 后来就结果 反而可能是一个电影最好的一个配搭 那么回到这个影片当中来 我们说这个被某些影评人描述为华语电影当中 90年代华语电影乃至更长时段的华语电影当中 最甜蜜的一个爱情故事的这部影片当中 事实上除了最后的重逢 影片当中的恋人们没有一个有着完美的完满的结局 已经说过姑妈的一夜情和那个将相邪回乡的那一对 实际上已经死神 已经逼到近前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李小军和他的青梅竹马的女友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鲍哥对于这个李翘的这份这个如父如兄的呵护 而没有片刻能够在李翘心中抹去李小军 对李小军的这种思念和痕迹 我说故事当中是这样的一个爱情最终失落 梦想不能抵达的故事 但是我又认同 影片是一个迷人的爱情故事 是影片当中最迷人的 是两个男女主人公的凝视 他们的那个不可自知的那个目光 对于对方的寻找 对于对方的追随 在这部电影当中 陈可欣非常擅长使用那个长镜头跟拍 一个显然是一个主观视点当中的全景镜头当中 对一个背影的 对一个侧影的 对一个运动中的客体的 长时间的凝视和追逐 而他迟迟的不使用反打镜头 以致这个试点似乎是一个无人称的试点 我们不知道谁在看 我们不知道谁在追踪 我们不知道谁在凝视 而当然最终他将揭迷 这是男女主人公之间 那个不能自已的相互吸引 不能自已的目光追随 那么我们没有时间 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去做分析 我觉得第一个段落当中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提款机 NTM机的那个评 NTM机上对于存款数的这个展现 它的那样的一个关于奋斗 关于淘金的一个最初的动力 和最初的信念与梦想 然后好玩的是这个NTM机上的两个人的 或者一个人物的投影 然后那个背后那个不曾说出 但非常清晰的存在的亚洲金融风暴 大的国际经济的金融的动荡 然后金融时代人们的 全部的价值必须折合成货币 而货币却是没有任何担保的这样一个体系的 那样的一个真切的状态 通过这样的一个很活泼的 具有动作性 具有情节性的这个累积财富 发财梦 勤劳致富的梦想 如何的具象的呈现 而又如何彻底破灭 同时大家一定会记得 那个麦当劳自行车 李小军和李翘 所形成的那个青春岁月当中 那个最初的这种相伴 相恋的那样的一种情绪场景 直到那个现实越来越沉重的压下来 然后曾经在这个鲍哥和李翘 李小军和小婷之间 似乎形成了两对伴侣 两对夫妻之间的那样的一种 尽管微妙紧张 但似乎已经相对稳定的局面 而这种所谓相对稳定局面当中的 那个拉扯 同样经由凝视 经由主观镜头 而有时候却是抹杀了 可辨识的主体的主观镜头 来呈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到最终的碎裂 到最终的不再能够延续 不再能够承受的状态 然后包含那种情节句式的紧张时刻 李翘决定离开鲍哥 下决心离开鲍哥的时候 而鲍哥显然心鸣肚脂 但是也并不想 拖沓下水的那样的一个 极具仗义的 极具我们的浪漫化的 这种这个老大想象的那样的时刻 到风雨相随的 在患难时刻追随他而去 而使得那个爱情再次延宕 再次的沉沦的这样的一些 是显熟的情节句段落的 对观众情绪的把控 听我说 现在是自个的士 发给中文热水量 今朝起床 落街冲街的男人 他咬到个泡沫的 不用担心 我好碱的 你台湾有很多老婆 高吴良高 台中我有高 花莲也有 阿里山都要 而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是在这部影片当中 它非常准确地 表述了一个 已然在世纪之交发生 将在新世纪成为全球的 一个最重要的世界性事实 同时也酿造了 众多的世界性的问题和危机的 一个状态 一个情境 那么这个状态和情境 用陈可欣导演的表述是说 这部电影的主题 这样的一个移民主人公 这样的一个走出家门 梦想世界 最终在世界上流动 飘移 而且是飘泼 而且是深深地体认着 这样的一种 放逐 与自我放逐的 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他说 我之所以选择人物是这样 也许和我个人的生活有关 他的一生 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流动 不断的 这个 飘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按照他的叙述 他对自己的身份 也在一个不断的转换之中 始终遭遇着不确认 他把自己个体的生命经验 投射在这样的一个 娴熟的 具有非常成熟 并且成功的商业片特征的 影片的情境 人物身上的时候 确实赋予了人物一种 饱满的 生活的那种质感 曾经有一位网友 在评价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 说影片充满了青春的那种 毛茸茸的质感 我好喜欢这句话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影片当中 他赋予了这种流动之中的 飘移之中的个人 以那种粗糙的 但是又是极端饱满的质感 就像在他这个北上 这个大陆创作的时候 他仍然把他这样的一个 流浪世界的生命体验 比如说投注在中国合伙人 这样的影片的主人公的 漂泊的流动的 创伤性经验之上 尽管在那样的电影当中 那个历史感的缺失 就变得非常的突出 和引人注目了 而回到这部电影当中 他不断地用飘 飘扬 飘荡 飘零 这个飘字来形容 他自己的生命状态 和影片中的主人公的生命状态 但是我的联想是构成全球化时代的 这种流动的另外一种状况 同样是飘 但是这一次是三点水的飘 是飘泼 是飘零 飘与飘 一个强调的是他的轻盈 他的浮动 他的动感 而另一种则是他的被动 他的被裹挟 他的这样的一个 具有威胁性和威险性的生命处境 我觉得在甜蜜蜜这部电影当中 飘和飘 这两种状态 非常有力的 非常这个丰满的被表现出来了 而通过在影片当中 这种凝视 主观视点镜头 对主观视点镜头的去人称化 无人称视点镜头 然后这样的一个凝视 追随这个措施 这样的一个措施 不是花样年华式的措施 花样年华是在道德的 伦理的 自我约束的 或者是对未知恐惧的状态之下 所形成的男女主人公的 视之交臂 而在这个影片当中 这种措施是一种 个人的威莫 个人的渺小 个人的无力状态 如何在大的这个场景 大的空间 比个人要强大多的 资本的这个利益的 权力的 等级的 身份的 这些重压 推动 挤压 重创之下 所不得已而出现的措施 那么很有趣的 就是他们的梦想在现实中沉沦 或者他们的梦想在现实中 实现 似乎极度败金的李翘 当他和鲍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他似乎已经成功了 已然拥有一切了 但是显然 那个时刻 他的那种挫败感 他的失落感 他对身份的不确定和迷惘 才变得分外的强大 我同意这个影片 是华语电影当中 一部迷人的 甜美的爱情故事 但是宝贵的是 在这个甜美的爱情故事当中 当然不缺乏浪漫 但是导演却 非常成功地避免了浪漫化 那么他刚好是在这样一种 对飘和飘的 两种飘的状态的 那个视觉捕捉 和情境捕捉 以及情节捕捉当中 给这个爱情故事 以坐落 以定位 以他迷人的 那个现实质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